大家好 我是顾影琼博士 吴秀波是一名很有实力的演员 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获得过最佳男演员以及最佳人气奖 是一名真正的高质量演员 绝非小鲜肉之类可比 也有人问我 就是说你从年轻成长到成熟 你中间忍了多少 然后说你演一个Frank 跟你以前演的兄弟们或者怎么样 你克制了多少 其实忍和克制都不足以 或者说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应该说是你把它放下多少 对 忘了多少 这是某种男人成熟阶段的一种感受吧 也许 虽然吴秀波的确对怎么做演员有深入认识 也因此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巨量的经济回报 但是不可否认 他对女人和房产的投资一败涂地 就拿他在美国洛杉矶的房子来说 刚刚亏了近100万美元出手 大家好 我是顾影琼博士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吴秀波 在美国洛杉矶 大概花了一年多才卖掉的这栋豪宅 这栋豪宅有六个卧室 六个洗手间在美国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 可以看到在左上角标注 它是在2020年11月25日感恩节左右过户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 它到底亏了多少 这个1931年建的房子 因为吴秀波想把这个房子改造 但当地居委会不同意 那么导致吴秀波最后只能将其卖掉 那么在这几年我们可以看一下 吴秀波的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赚 或者说是亏了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交易历史上写着2020年11月25日 这个房子过户卖了470万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标价 它最早标价是在2020年的9月2日标价580万 当时没有人出价 它在2015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是在2015年的5月14日花了550万买的 也就是说在过了那么久之后 它还亏了接近100多万 然后才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不可不说 房产和女人是吴秀波的两大弱点 不过人无完人 老祖宗说的话的确没错 没有人